你收获的都来自于你的付出 如果你想得到爱和欣赏 那么你必须给予爱和欣赏 你必须给予爱和欣赏 如果你问 诶 这么我得不到爱 因为你还没有给 你还没有给予爱和欣赏 那么什么是爱和欣赏 爱呢好像说是一个问候 一个认同 一个认同一个 可以是认同一个陌生人的努力 那好像我去培训学生的时候 我会说你们干得好 You did the good things proceed 那么这句话看起来很微小 这很有力量 又或者是说 你可以给为你煮咖啡的店员 一句温暖的问候 那也是给予爱 或者是让陌生人先进电梯 问他们要去哪一楼 帮他们按电梯 这也是付出你的爱 如果人掉了东西 你可以帮他们捡起来 这个如果是在马来西亚 如果在外国 就不能乱来 或者是给你爱的人温暖的拥抱 去欣赏每个人 去欣赏每个人 那么你就会得到欣赏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想象成人生就是个圆圈 一个圆圈 爱 你给予爱了之后呢 爱会回到我们身边 给予爱之后呢 爱会回到我们身边 因为它是个圆圈 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OK 那么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会问 诶 那我给了爱哦 诶 我给了爱 诶 诶 怎么没有 没有得到爱的 又给了爱 诶 诶 怎么没有得到爱的 啊 你看到吗 我在画这个圆圈 诶 当你给了爱之后呢 不需要马上的 呃 知道它 有时它很快 马上来 有时它就 慢慢的来 好 这时候我穿着这间 NTW 我们在去年 呃 五月 四月五月六月 做NTW的时候 我们就给予 OK 然后之后呢 啊 今年头 我们得奖 我们也不知道啊 只是讲 你给予了 它可能在一年后给回你 呃 就就 就回到你身边 呃 这是讲 你要给予爱 那么 你要给予爱 诶 诶 可是我怎么给我都没有 啊 这就要回到去 习惯 一 OK 或者是 自负的 自负法则 你是创造者 你可以创造爱 你也可以创造恨 恨 也会回到你身边 你创造爱 你爱也会回到你身边 所以其实 你是创造者 那如果你是创 那不是如果 你是创造 不是如果 你是创造 我也是创造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so 如果 当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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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 呃 体验到 诶 我可以创造财富 那我可以创造财富 诶 回来 从无形中 创造 有形的财富 我们从无形的中 从无形的 创造有形的财富 那么 我们有这个能力 so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的 我们 还可以做吗 其实我们要创造的时候 就是把 心想 讲出来 心里面讲出来 假如说 我 我相信 我坚信 我知道 呃 我体悟到 我是创造者 我可以讲 他就事成了 心想事成 心讲事成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中间有一个东西 叫做行动 如果是对了行动的时候呢 事 就会成了 就是事 你心里面想到怎么样的 他就会这样事成了 是你要的那个事成 那么 心想事成 呃 so 我也知道 所给予爱的 都会来 那我们就要想 呃 这边 这本书 也讲 当你呼唤性以理法则 为自己要求某这样事情时 也施着为每个人请求 为自己要求好事 也为每个人要求好事 让自己富裕 也让每个人富裕 让自己健康 也让每个人健康 让自己高兴 也让每个人高兴 让自己拥有爱 幸福和和谐的关系 啊 怎样说呢 怎样说呢 怎样说 我 我要一个被动收入 20钱 啊 我希望 我相信我能够创造 要去做 ok 呃 不一定是我做 我的团队 还有我 呃 那么 我也 也要同样的 希望 帮助 我的团队 呃 我的 呃 企业合伙 我 某人 他们希望的 我也要帮他们希望 我们希望他们 的 他们要赚的 那个 呃 被动收入 一个月 呃 美金 10钱 啊 这样子 嗯 这是很正常的 嗯 嗯 ok so 我 我 希望 可以 每个月 呃 增资予给 至少 一千 一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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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一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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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呃 他会回来的 我们就这样子想 他是圆圈 一个圈 一个圈 他就回来 ok 啊 谢谢你 希望 呃 如果你要更深度了解的话 我是 觉得你 可以去 慢慢吸毒这份 好 读了就跟人家分享 呃 因为献住你的爱 献住你的爱 因为 这能吸生命的付出 abundance mife